设计师霍荣林40年来的作品几乎就是台湾艺术史 包括蓝铃剧坊的造型和服装 云门的海报、节目册还有logo 以及两厅院、故宫、北美馆等等数不清的展演海报 他的设计作品走过1970年代台湾艺术文化起飞的时期 霍荣林将40年来的作品整理出书 为台湾的艺文留下宝贵记录 如果我真的认识一个人可以说艺术家的话 就是霍荣林 从蓝铃剧坊的服装到云门五级的海报 从崇市美术、天下杂志、远见杂志等月刊 到2003年版的金庸全集设计 还有两厅院、故宫、北美馆的海报 这些都来自设计师霍荣林的创意 也主要是那个时代那些艺术家 你看像金石杰、王小帝、樊曼龙、林怀明 他们都真正都是那个时候的付出 我只是在那里面扮演一个角色 就是把他如何做得很美、很漂亮 他是金马金钟金鼎与金蝶奖设计奖得主 因为古装电视剧《英荣杰壮士行》和电影《飞天》 和导演王小帝相识将近30年 回头看当年霍荣林设计的服装 王小帝认为依然经典 我觉得霍荣林这本书 里面有太多的故事 整个的设计跟各界的合作 舞蹈、剧场、杂志、电视、电影 太精彩了真的 他会无形中教你好多事情 比如说慢一点 安静一点 专心一点 看仔细一点 霍荣林设计的领域相当广泛 最近将40年设计生涯的作品集结出版 发表会上众多好友伙伴都现身祝贺 我翻他的作品集在家里翻的时候越翻越好笑 都觉得不想睡觉 因为真的很有趣 他拍过了这么多作品 画过、设计过这么多东西 每一则故事都好好读 都觉得引我会笑 他这个人真的是很谦虚、很淡薄 但是他内在的一种能量的艺术 一种艺术的追求真的是很精人 霍荣林说 每一次的创作他只想着 如何将作品表现好 他谦虚的说 是和其他艺术家的合作造就了他 我是一个很不跟社会接触的一个人 但是我刚刚好有幸在这个 就是像影评写的 风起云涌的时代 那我觉得我们刚刚好在这个上 是被这些云雾架起来的 霍荣林的设计作品 犹如一部台湾文化史 也为台湾美好的时代留下记录